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今后赛首轮 勇士vs国王 两队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交锋 国王选择了主力的轮秀 不过球队的转国方没闲着 在比赛进行中进行了一番自我调侃 国王上一次夺太平洋区冠军 全球最好的手机还是诺基亚1100 除此之外 当时美国总统为乔治布什 奥斯卡最佳影片是芝加哥 格莱梅奖得主为流浪者合唱团的 Speaker Box 当年的NCAA冠军为雪城大学 当年的选秀壮严为詹姆斯 0203赛季 华丽的国王 是赛区冠军 时光匆匆匆匆流走 爷爷也不回头 美女变成老太婆 多少当年坠随国王的球迷 也已经是糟老头子 今年 他们的主队以西部第三的战绩 强势杀进了季后赛 这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 毕竟国王队上一次进季后赛 还得追溯到2006年 那一年 福克斯9岁 小萨10岁 新秀姬跟木雷6岁 凭借出色的带队战绩 迈克布朗毫无悬念地 捧起最佳教练员奖杯 来不及庆祝 工作还未完成 他们就要踏上季后赛的征程 从西部最后的季后赛席位争夺来看 不管是勇士 古人 还是快船等球队 都想排在第六 一是不用打季佳赛 二是可以打国王 前台词就是 打国王 我觉得自己行 因为今年西部的整体实力比较平均 各有各的问题 所以没有鹤立鸡群的球队 所以 就造成了一种局面 自我感觉良好 能理解到那几支球队都想打国王 毕竟从我们最清闲的理解来看 打国王总比面得绝金 太阳这些球队好 最终 勇士看似捡到了这个大便宜 不过 国王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在勇士拿第六的过程中 事实上是存在助攻行为的 面包的意思就是 打勇士 我们能接受 所以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那就看一下子吧 先说新面孔国王 一大标签就是联盟第一的进攻型大队 场均的120.7分 联盟第一 进攻效率118.9 联盟第一 真是命中率60.9% 联盟第一 从他们的进攻来看 有勇士的影子 讲究球的分析 得分点很分散 追求三分球 队内的角色分攻 小萨可以说是一个进攻增而防守弱滑版本的追梦 格林 他在国王的作用和格林在勇士的作用很类似 他是轴心 与主控福克斯的搭配 可以说是天作之和 正如科尔所说 国王有小狐狸不断地冲击篮下 然后小萨作为支点 他又能分配球 又能打低位 场上都是机会 门克 姆雷 蓄尔特 巴恩斯这些是投手 所以不好防 另外 福克斯是常规赛关键时刻得分之王 进攻七七突出的球队 往往会存在防守落环 国王 场均10分118.1分 联盟倒数第五 防守效率116.1 联盟倒数第五 也就是说 进攻第一 防守第25 很巧 国王要面对的勇士 场均得分118.9分 联盟第二 场均助攻 三分球出首输 三分球命中输 都是联盟第一 所以我为何会更看好勇士 首先 他们在季后赛中赢过 这是国王不具备的经验 其次 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 联盟里没有球队能在一轮系列赛里 和他们比拼进攻 依靠火力可以在某些夜晚拿下比赛 但季后赛 还是需要考量防守的持续性 进攻会受手感的影响 而防守是更稳定的迎球方式 虽然麦克布朗是防守型教练 但他刚来国王一个赛季 能教会学生们的是基础题 把基础分拿到了 但防守体系的建立 需要时间 需要人员 但是 某些勇士球迷也被着急开箱壁 觉得捏到了软狮子 勇士这赛季常规赛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那就是 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太多 所以 有几个疑问 第一 到了季后赛 他们会不会打客场 NBA里有一句老话 季后赛真正的胜率 是从客场赢球开始 勇士 本赛季主场33胜8负联盟第三 客场11胜30负联盟倒数第四 客场战绩实在是太下饭了 第二 防守稳定性如何 本赛季 他们的防守效率联盟第14 比国王好伤一些 但是 从比赛就可以看出 进步空间其实很大 面对国王 一大考验就是他们外线的轮转 如何切断小萨 小狐狸的这两大核心 与其他球员的联系 这是关键点 常规赛是常规赛 不知道了关键时刻 勇士能不能拿出季后赛级别的防守 打国王 最好别跟他磨到最后 他们这赛季关键时刻把握度很高 第三 年龄 勇士班底 不得不忽视的一点是 这群老同志们又老了一岁 第四 愚望 麦克布朗梅去国王之前 在勇士就已经是冠军了 比赛 上下同意者胜 去年勇士每一位都很渴望重新回到那个位置 今年 哥们还会那么玩命吗 这些 都是未免冠军的不确定性 这赛季 他们的确也非常动荡 从赛季开始之前的内后 到核心人员上币 再到赛季中期的交易 嘴哥的缺席 充分说明 未免很难 不过 我还是预测 他们能在六场解决掉首轮的对手 最大的原因 还是和去年总决赛我笃定的一样 几何赛是超级球星闪耀的舞台 勇士有护理 国王没有 第五 嘴哥的状态 九输战争 维金斯他在勇士的角色 太重要了 其实对于勇士本赛季能否未免成功 这一点 随着他们核心阵容不断出现震荡和混乱 球迷们也逐渐失去了信心 不过 当勇士强势中接了常规赛 并且他们离队已久的核心前锋 安德鲁维金斯已经回归球队 并且准备好出战之后 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毫无疑问 维金斯的回归 不仅预示着勇士核心阵容全部健康归来 同时这也给了他们争管极大的信心 保证核心球员们的健康 这是勇士本赛季的目标之一 显然 从某种角度来看 勇士本赛季完成了一个不小的目标 尽管勇士主帅科尔在采访中表示 现在就让维金斯出战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们会在一周之后重新评估维金斯的情况 然而 根据勇士随队记者肯德尔安德森的报道 勇士的计划是让维金斯在季后赛首轮第一场救不出 维金斯在身体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 看起来 勇士会在季后赛首战就在首发阵容当中 排出他们的最强阵容 不得不说 维金斯的回归 对勇士来讲 就是一针强心技 要知道 自从全明星周末之前的最后一场常规赛开始 维金斯就已经离开勇士了 他消失了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 并且他也缺席了勇士最后25场常规赛 每当勇士在场上表现糟糕 特别是防守端感觉无力的时候 球迷们总是会感到泄气 加上维金斯几乎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不少人已经认为 维金斯本赛季很可能回不来了 勇士也会因为缺少一名出色的篮白手 顶级的外线防守人 一击一名场均可以稳定贡献18分的球员 在季后赛失去竞争力 从攻防两端的综合能力来考量 维金斯确实是库里之后 对勇士影响最大的球员 他如果回不来 那勇士真的和魏敏无缘了 好在 维金斯在季后赛开始之前 回到了湾区 维金斯和勇士 不得不说 他们之间就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来到勇士之后 维金斯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他在随勇士夺冠之后 自己明确表态 他希望以勇士球员的身份退役 维金斯透露 勇士是一支真正会关心球员家庭的球队 他们并不只是一支NBA球队 他们是一个大家庭 维金斯很喜欢在这种环境下打球 当然了 维金斯并不只是在表面说说客套话 为了能中劳勇士 维金斯也做出了牺牲 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勇士给他开出的 4年1.09亿美元提前续约合同 把自己和勇士的合同延长 至了5年1.42亿 金广维金斯并不是一名具备拿顶心的前锋 他在三连郎时期 已经证明了自己没有康齐一支球队的能力 但是4年1.09亿美元的合同 对他来讲已经是降低很多薪资了 27岁正值巅峰 刚入选了全明星还是首发阵容 又在季后赛打出了顶级的防守表现 拿到了总冠军 你别管维金斯的全明星手发水不水 他确实达到了生涯巅峰的状态 把维金斯放在市场上 即便他拿不到起薪超过4000万美元的顶薪合同 3000也起薪的合同 各支球队争着强 但维金斯却选择了一份军薪只有2500万美元的合同 他的合同甚至不如波尔的新合同 维金斯为了勇士 他在薪水方面做出巨大牺牲 勇士也成就了维金斯 除了让维金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氛围 打出了巅峰表现之外 当维金斯遭遇家庭麻烦 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 勇士给了维金斯足够的尊重 在一个半月时间里 勇士没有走漏半点维金斯的风声 孤空不入的媒体没有得到半点维金斯的消息 勇士在这方面 同样做到了以球员为主 而维金斯的回归 让勇士迎来了他们最豪华的全阵容 而且本赛季水花兄弟维金斯 追梦格林和鲁尼上场的时候 勇士队的这套阵容 正复制和竞胜分都是联盟最高 也是NBA最强的一套五人组 他们归归对于球队战胜国王队又多了一些信心 只要勇士队内部不出现问题 那么今年的荆州勇士队还是非常可怕的 前了季后赛没有人可以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